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中印邊境衝突不斷升溫之際 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 在今天下午發布了一條微博貼文 談及到有關於中國可以放手一戰的五大條件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亦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老胡今天下午的文章是這麼說的 他說要跟周邊的某支力量開戰 中國需要做到以下幾點 第一對方是現狀打破者 事實要確鑿模擬 這裡已經值得相確 現狀打破者 究竟是否一定要對方做 中方會不會做某些行為 其實是在打破現狀呢 比如說在南海的樹 擔沙填海製造一些人工島 又或者在某一些邊境的樹 建築軍事要塞等等 這些又算不算是在改變的現狀呢 第二 就是對方是複雜局勢中的挑釁者 我方就是被挑釁者 事實亦是要非常清楚 這個挑釁與否 都是相當主觀 你視之為挑釁 人家可能視之為捍衛國家主權 也不一定 正等於 中方有一些捍衛國家主權的行為 在其他國家的眼中 可能都會視之為挑釁 這個挑不挑釁 就任意 視乎觀點與角度 第三 就說我方在開戰之前 為了挽救局勢 做了艱苦的外交和政治努力 要被國際社會右目共睹 這個國際社會真是可圈可點 較早之前 外交部長王毅曾經說過 說不知什麼 國際民調顯示 說中國人民對於黨和政府的支持度 高居全球榜首 你那些國際到底在說哪一個國際 現在你說要做了很多的努力 要被國際社會右目共睹 真是這個國際 不知你在說什麼國際 是第一國際 還是第三國際 還是原來有一個是虛擬國際 第四 就說戰爭的第一槍是對方開的 而不是我方開的 國際社會對此是清楚的 即是說第一槍的問題 第五就是說在極端形勢之下 如果我方要開出第一槍 需要事先發最後通牒 堂堂正正地開啟正義的戰爭 其實第五點就是為第四點來兜底 補底 即是說 無論第一槍是否對方開出 你老虎總有辦法來使得情況 符合你口中所說的五大條件 好了 老虎還說到 如果能夠做到這幾點 他就認為 中國在不得不戰的時候 就可以放手一戰 即使美國到時極力抹黑中國 國際社會 都能夠看得明白 中國 不是一個以大欺小 窮兵俗武的國家 中國投入戰爭是被迫的 他還繼續說 衝動性的戰爭 中國就決不能打 要打就必須做好充分的軍事準備和道義準備 可能有人會覺得 這樣的戰爭不痛快 有點委屈 但是老虎要說的是 中國作為世界上受壓制的老耳 注定要經歷一個委屈的階段 這是所有老耳的宿命 老虎說到中國是受盡冤禮 但是外交部長王毅 較早前才說過 中國是不想清白 亦不會取代美國 做老耳就做老耳 老虎寫這段文字出來 是否意味著中國是想做老大 若然不是的話 那寫來做甚麼 到底受了甚麼冤禮 另外 他在頭一段說過 他說戰爭畢竟不能隨便打 要打就必須要打贏 這種贏是包含兩個含意 一是在戰場上擊敗對手 二是要確保他在道義上站得住腳 其實他這一段的說法 正正就是驗證得到 我們在早兩天的研判是正確的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我都說過了 中國是不會打一場沒有必勝把握的仗 現在老虎說明 一是就不要打 要打就必須要贏 所以我經常研判 根本上中印邊境衝突 在現階段不會 無端端升級 因為根本上中國就是 就算面對印度也好 他也是沒有必勝的把握 如果他面對印度也打不贏 他在南海又如何鎮得住周邊國家 但是只要他一天不開戰的時候 基本上外界就不能夠知道他的底運去到哪 所以我一直的研判就是 根本上雙方都不會開牌 他一天不開牌你永遠不會知道 究竟他的底牌是攜線燕益 或是皆專移 所以大家就猜猜猜 但是若然一開牌的時候 你就知道他的實力去到哪 所以我就一直認為 大陸不會貿貿然掀開自己的底牌 而在今天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 和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 就在莫斯科那時回應 雙方發表了一份聯合新聞稿 達成了五點共識 來化解邊境衝突 第一 雙方同意 要遵循兩國領導人 達成關於中印關係的一系列重要共識 包括 不要讓兩國的分歧 上升成爭端 所以 一路將中印邊境衝突 維持在可防可控的狀態 就算了 我都說是國取所需 起碼來到這一刻 仍然是正確的 第二 兩國外長都認為 邊境地區當前形勢 不符合雙方的利益 兩國的邊防部隊 應該繼續對話 盡快脫離接觸 保持必要的距離 緩和現地的事態 即是 大家不會再玩這些水會轉字 第三 兩國外長都認為 雙方應該確守現有邊境事務協議和規定 即是不會玩這個熱兵器 因為現有的規定就是講明了不用 所以印度有些媒體就報導 老解調派多少人過去 一會又說調派不知道什麼導彈 根本上用不上 如果是用得上的話 就不需要 弄什麼魚叉又關刀又木棍又成 林聰上身還是李葵上身 第四 雙方同意繼續通過中印邊界問題的特別代表 互相機制保持溝通 第五 兩國外長都同意 隨著局勢的緩和 雙方應該加快 完成新的建立互信措施 這些我認為是答單寫下去 中印雙方還建立什麼互信措施 尤其是印度總理莫迪根本上一早 想看你不順眼 如果不是要借這件事 又去搞印度製造的計劃 又去叫你中國高科技企業的長腳 根本上很難再有互信 不過不要緊 既然雙方都同意的時候 我們就拭目以待 看看可以建立什麼互信措施 而在昨天 法國國防部長柏里 忽然之間前往印度新德里 進行他的閃電訪問之旅 根據法新社的報道所說 今次已經是國防部長上任以來 第三次訪問印度 據官方所說 法國和印度的合作 是多方位 法國希望向印度出售軍火 故此今次國防部長前往印度 除了推銷軍火以外 亦希望跟印度 推動外交和戰略合作 所以這次的到訪 其實就是明替大陸眼眉 早不去前不去 明知道你沒有關都的時候 在千軍一發之際 他就到訪了印度 還要去推銷軍火 即是他明知你和他是不老禮的 他專門 賣軍火給你趁家 他向你對家推銷軍火 又不見他向你推銷 所以擺到明就是不老禮你 尤其是這個 法國總統馬克龍 之前 接見這個王毅的時候 都已經是不多老禮了 現在簡直就是擺了姿態 他去賣軍火而已 打電話就行了 他專門就要到訪 而且他還專門參加了 五架震風戰機的正式交接儀式 即是告訴你 他是非常之重視 和印度的關係 我真是有個疑問 到底這位法國國防部長 柏里的舉動 是否符合得到 老虎口中所說的挑釁行為 他明明是不給你面子 而且不只是不給你面子 其實都是落你面子 而且是太眼眉 算不算是挑釁呢 這條問題 大概只有老虎自己才會回答 好了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